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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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爸是 他在上海 匯安百科 他是華僑來的 是溫哥華的華僑 當時他的生意在溫哥華島 他還在鄉下 是溫哥華 是溫哥華 是溫多里 是溫多里 因為當時他們那輩人 不是說去加拿大 又不是溫哥華 是說去溫多里 他在溫多里 當時他是溫多里 我爸爸是去溫多里 不是澳洲的 他不是澳洲 我叔叔是去澳洲 因為中山人很多去澳洲 有些是去澳洲 有些是去溫哥華 因為當時 我還沒縮小的事 聽他說 因為我叔叔 我親親叔叔去澳洲 兩兄弟說 他們兩個都走到那裡 死在一起不太好 你去澳洲我去溫哥華 兩兄弟一個南北 他去了溫多里 當時不是叫溫哥華 是溫多里 因為他去溫多里 和那些鄉親 我聽說 就開一間那些 叫什麼 他不是開一間沙仔 叫沙仔 叫沙仔 當時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沙仔 就是香味的士多 開一間沙仔 什麼都可以賣 水果 瓜菜 肉 等等 他就請過 那些 貴妹仔幫他看店 他自己去 你帶客人 他就送去 拉馬車 以前有些照片 拉馬車去送 去你家 他就是這樣 出身 就是來溫多里 做了不知多少年 因為永安的前輩 就從澳洲回來 就在香港站得住腳 就要發展 就上去上海 當時說 去上海 再發展大一點 就要招攬些人 就過來 自己人 回去吧 幫忙 上海 當時老爸就說 在這裏都是癌 又冷 上海都是冷 聽說我沒去過 聽說我都是冷 他說 好像說沒有多里這麼冷 就回去了 還有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 就是 因為當時我媽媽 是中山的 他說 上海離開中山 都沒有 你離開中山那麼遠 有什麼事回去看看 阿嬤都方便一點 當時那些叔侄都說 不如回去 就回去 回去 回去就去商海 就搞商海 我解放了 到那時候 就要考 中國畢業 你屬聖莊大學 要考的 考入學士 哇 那時候害怕 死了 考不到就糟了 哈哈 不是啦 唉 整班都是這樣 想辦法 大佬 怎麼向我老頭子交代 那上海有個護岡 上海要考護岡 多 多 多 尾指一間 不合併 好彩 護岡我考到 考到了 護岡我考什麼 我考雙科 護岡有個雙學院 上海容易讀一點 哈哈 哈哈 沒有那麼多微積分 那些數學 那些考 那些計不定 護岡OK 定了 最多在那裡 找到那間 哈哈 那聖莊大學 就遲些 因為我們那時候 聖莊大學畢業要考的 那些教授 我都熟了 你來考 整班都是 對 這個人要考 好想考到 成海也考到 護岡也考到 那回去 有得交拳 老頭子 不出聲 所以讀哪間 就是聖莊大學 哈哈 就是這樣 哈哈 哈哈 聖莊大學 有兩樣東西 就是 你說好就得不好就得 多數都是 不是很好 因為 為什麼呢 聖莊大學 當時那些教會大學 都有不好的風氣 你知道嗎 湖江山海邀 不好的風氣 就是那些學生 那些大學生 因為聖莊 湖江山海邀 就住得遠 在楊樹埔很遠 那些人 那些人都住在那裡 關係裡面 那些 那些同學 就喜歡賭錢 哈哈 玩十三章 你知道嗎 對 玩十三章 關了房門在那裡 玩十三章 啊 吃煙仔 最流行的 是 最流行的 那些人 那聖莊大學 那聖莊大學 就不是全部住在學校 有些海藩 有些就住在那裡 那些就比較自由 那聖莊大學 那些學生的風氣 是什麼呢 聖莊大學 那些學生 喜歡開派對 哈哈哈哈 開派對 吃煙仔 吃煙豆 這樣 最喜歡就是開派對 就是 差不多每個星期六都有一個派對 這個星期六是你家 下個星期六是你家 那就是 他又不是很多人 十幾二十個人 十幾二十幾 十幾批 十幾批 那我拍的照片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聖莊大學 那些同學就喜歡開派對 是 是 上海洋那些都喜歡 哈哈哈 哈哈 牌十三張 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那就 讀完書就 要分配啦 你參加分配 一定要參加分配 大學會員 參加分配 你要哪裡做事 你要哪裡做事 由國家統一分配 那我們那一年呢 就派我們去東北長春 當時我們那一年派去東北長春 差不多等於做開荒油的 去做什麼呢 我們派去長春第一汽車廠 這家廠在這裡 去生產當時的第一間汽車廠 生產汽車的 不是私家車是貨車 有很多人要去 你不去找不到其他工作 沒有辦法要去 但是廣東人有很多例外 聽說是事實我沒去過 聽過東春是很冷的 是東北的 廣東人聽見冷 我們說了什麼 中山人還急著冷 在上海都怕冷 那家人就捨不得 不如不要去 看看上海有什麼 給你吃的 你自己看看有什麼 對的 找什麼去做 沒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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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去到上海 就自己搞些事情做 沒有去 沒有去 那時候自己可以做事 那時候是五二年了 還可以做事 當時我參加了一間化工廠 做化妝品 當時是挺好的 做得挺好的 做了一兩年 我忘記了 他有第二個運動 因為我們自己做的 是小間廠 他說拿小廠 就變去大廠 變去大廠 全部要改 你當老闆 做老闆 你當老闆 不可以做 當時就做 變去大廠 你就要在那裏 他分配你做什麼 做什麼 那你就去那裏打工 就是這樣 那做了一下 我打算 有些同學 都說不如不要 那怎樣捱 那動腦筋就去了香港 後來我在上海結了婚 就去了香港 我自己去香港 那我老婆就在上海 自己在上海 我和家人在上海 我自己都去香港 去了香港就算好運 你知道我們是中山人 我們是家族的關係 但是呢 你都聽過永安 永安集團 那都是我們的家族 那些人 那些人是自己人 那大家就容易商量 那算了 很幸運 但是 他都要看你的 看你的學歷 那 好運我又帶了一些政見去 那我成了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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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的 因為當時香港 都承認政見漢 那我給我入了銀行 我昨天做過很多份工作 我進去呢 我由最低做戲 最低做戲 一直做到呢 做職員仔 職員仔 那我勝在什麼呢 我會講上海話 會講國語 英文 英文 英文不是說最好 但是都可以應付 因為我勝在什麼 招牌額 因為 上一代的關係 但是呢 那 信心 就是銀行 對你的信心 就 好些了 那 那 做了什麼 都不想 那 因為當時很多 講國語的人來 那些人不懂 其他的同事不懂 我懂 我可以招呼一下 好 應對 這樣 上頭看一下 這個年輕人都得我 都挺乖的 那我就進去那裡 我就進去那裡做 我做了幾年 做到隊友 做到隊友